暴風雪侵襲美國東岸 居民所到之處都被厚厚白雪覆蓋 這場暴風雪也創下美東積雪量 許多新紀錄 這場暴風雪造成 紐約積雪深達68公分 僅次於2006年時68.3公分積雪 而華府也遭遇歷年來最大風雪 巴爾蒂摩積雪量深達74公分 而這場暴風雪肆虐美東 30多個小時後終於離開 下過大雪後的城市 一片銀白色相當美麗 只不過現實生活中 卻一點也不浪漫 因為居民的車子都被雪堆覆蓋 得想辦法挖出來 就連警車也深陷雪堆之中 還得出動四名壯漢用力推車 這場暴風雪也導致 入空交通大亂 週末總共有12000多架航班 被迫取消 也造成10萬多名用戶大停電 暴風雪來襲時最大的問題是停電 2010年的那場大風雪 華府地區很多人一個星期都沒有電 儘管美東許多城市已經逐漸放行 也解除了旅遊禁令 只是暴風雪不只打亂 生活不掉也造成傷亡和巨大的經濟損失 記者綜合報導 今週末 코 Fifth